在海岸线的边缘 邂逅一个古老的族群 他们习惯以另一种别致的方式 让自己的文明基因传承至今 每天李丽英的服装店 都会挤满前来试衣的客人 别致的装扮 是这个群体最显著的特征 他们被统称为惠安女 像我们以前下海 裤子都会沾到水 宽宽的裤子呆湿了 风飘一飘 然后它坚持干了 这一块我觉得惠安女挺聪明的 惠安女的宽筒裤 被海水打湿后 有快速风干的功效 短上衣立于劳作时弯腰 花头巾则可以用来保护脸颊 不受海风吹光 在这片土地 女性的美被不可避免地赋予上一层坚韧的色彩 去卖仪 去工地做小工 去拉大计 反正我在这种环境里面 我什么活也去干过 男人都出海打仪 一出海竟得大半年才回家 在家里面都靠这些女人自治的来维富 在惠安 三面环海的地理环境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家庭的男女分工 海洋文明所展现的开放性 驱使着男人们出发大海寻求机遇 而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家庭观念 让留下来的女人们 成了建设这片土地的主力军 这座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水库 是福建省八座大型水库之一 它见证了惠安女 一段艰苦劳作的争容岁月 洪亚经是工程建设的主力之一 当年惠安所处的半岛上缺乏淡水 为解决农田浇灌的难题 一万三千多名惠安女 响应当时政府的号召 她们开山霹雳 修建水库 从外地引水入线 水库的建成是大面积灌溉农田在惠安成为可能 而惠安女修缮水库的壮举则被誉为是一部万女所交龙的壮丽诗篇 他人们在困难选上 对于梦境时农田浇灌溉农田浇 每天下班后 李莉英和姐妹们 都会来到舞厅放松片刻 以前他们都是弹石头的 那是你的 我们人也有干过 这些人都是 以前都有劳做过 然后现在就社会提高了 中国人一定要懂得 拉倒也要印度 慧安女的美 此刻正以柔软的姿态回归 而如今 随着越来越多人 对这个海滨小镇产生兴趣 当地女性的传奇故事 也以另一种方式被重新演绎 可以吧 下面 下面 礁石上 几位慧安女正在还原过去的生活场景 供摄影师进行创作 这是一份新的职业 慧安女模特 他们也不需要任何的表演技术 他们就把平时他怎样工作 他就怎样展示出来 通过照片 然后让外地人来看到慧安女这么美 更重要是要传播慧安女的那种精神 此刻在快门声中 慧安女的形象被定格成一个个永恒的瞬间 一场祈福庙会正在进行 再过不久 就是开余节 慧安女要为即将出海的男人们 送上最虔诚的祝福 沿着这条路向前 绵长的队伍将横贯相间 脚步不停的旅程中 一个海纳百川的福建 正逐渐让世界所惊艳